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即往路前的同修 我们武功到此圆满 那么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到山上来走春 欢迎大家来山顶 担春 踏青 也参加这个复国席灾训练法会 那么我们英光祖师讲 这个复国席灾根本的方法在于念佛 信念就信念阿弥陀佛 所以在文操里面给我们讲要消灾 习灾 第一个就是办教育 传统文化的教育 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 这个如是道三个根这个教育 再来就是吃树念佛 这个是习灾的根本 一切灾难都是从我们众生的不善心形制造出来的 那么如果能够这个学习传统文化 断恶修缠 吃树念佛 地球上所有人类都能够这么修 这个地球就不会有灾难 那如果有少数人修也会减轻灾难 大灾难的话小灾难 小灾难的话没有灾难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国际上呼吁全球人类 都要响应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21世纪 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那么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能恢复安定正常 世界也才会有和平 如果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 灾难就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做三十训练 训练西方极乐世界 训练阿弥陀佛 把这个训练功德回向给这个世界的一切众生 这个业障消除 不会增长 那么人业障消 智慧增长 他就想通了 他就知道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不学习就是有业障障碍主 所以我们要多多给他们回向 所以根本消灾在教育 那么做法会先制标 再制本 标本监制 这喜才知道 那么这次也有远从新加坡来 新加坡来到我们双基这个山上 我们连一间小庙也没有 有人说有一间小庙 我说我连一间小庙就没有 现在大家看到这两栋是龙舍不是庙 庙还在申请 所以小庙也没有 谈不上小庙 人家还有小庙 我们前面后面都是山 没有庙 大家看到都是山都是树 我们跟草木树神 作伴来做三世信念 那么还有大陆同修 各地同修海内外同修 上海也有同修来 因为我们还有广东 这个海内外同修 大家能够到我们这个山上 不嫌弃我们这个没有庙 非常感谢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常来共修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双西前区长 胡区长 胡区也来参加我们这个系念 那么胡区长在这里当区长 也对我们到场非常照顾 后来他调到英哥当区长 现在又调到永和当区长 那么我们现在请胡区长 来跟大家讲几句话 祝福祝福 大家掌声有请 先来跟大家祝福一下 以前这里是你的管区 舞蹈法师 还有在座的各位法师 以及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大德们 大家新年好新年快乐 那今年是物序年的狗年 那狗年是旺年 这边祝福大家 狗年旺旺旺 旺来福来 那六十吉祥 一切平安 很高兴呢 我在今天能够来参加 这个师父的这场法会 因为我在双西服务的时候 跟这个林延山双西小族结缘 然后这一路上 师父慈悲都一直在护持着我 所以我从双西到英哥到永和 然后也真正感受到这个学佛的快乐 然后呢 我也很高兴我的工作 然后也让我自己知道是说 因为学了佛让我知道 我能做为民夫的工作 是非常快乐的 那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阿弥陀佛 感谢福区长 为我们祝福 那我们现在是用午餐时间 请大家这个 方便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餐厅 所以都是野餐 餐厅很小 就是人多就坐不下 所以野餐也好 随缘就好 那么大家来了 都是不嫌弃我们这个地方 那么有一些设施不是很方便 请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多多见谅 那么我们也不太会接待 常常会有私礼的地方 也请大家多多言量 那将来如果有申请批准 那么盖的餐厅会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野餐也不错 吸收外面的空气 在餐厅里面接触不到外面的空气 所以我说对于一个平常心 有没有批准都好 批准我们就盖起来 大家在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餐厅 那么佛堂 大家可以一起来使用 那如果没有批准也没关系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还要有一个屋顶 如果想到释迦摩尼佛 祂就在树下 连一个屋顶也没有 我们就很满意 我们就应该知足 好 祝大家用餐愉快 我们下午一点半 第一时训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